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7名号召者遭判6到12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号在多德人权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时 公开批评中共对新疆人的压迫与强迫劳动 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在报道中指出 拜登将中共的新疆罪行与70多年前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 多德人权中心原名为多德研究中心 是根据美国参议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托马斯多德命名 拜登在《落成典礼》上也多次提到纽伦堡审判 他表示 纽伦堡审判使我们审视人类能够犯下什么样的罪行 看到大规模暴行和反人类罪行不是偶然发生的 它是选择的结果 由个人及世界领导人做出的选择 拜登接着说 可悲的是环顾当今世界 我们不能说暴行的幽灵已经过去了 就在当下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模式和选择 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压迫和强迫劳动 罗西亚人在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遭遇 埃塞俄比亚北部平民遭受的虐待 拜登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战 但我们必须说出来 沉默就是同谋 今年3月份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投出媒体 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时 也曾将当今的中共与纳粹德国相比 他说 和1936年纳粹德国相比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更加危险 不过拜登以在任总统的身份说出这样的对比 显然更加引人关注 这是否意味着他不打算带领美国重回 对中共绥靖的立场 外界还有待观察 前中共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 已经被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 从3月份落马至今 彭波最佳引人注意的就是 官方对他的背景履历讳莫如深 8月16日曾与彭波共事的知情人 向大纪元透露了部分彭波的个人情况 现居美国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军 曾在80年代与彭波共事几年 他说彭波应该是受过特务训练 郭军进入《中青报》时 彭波在该报国际部任职 根据维基百科介绍 彭波在1989年就离开了中青报 之后丁旺创办了中华工商时报 1994年再转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 后任社长 郭军回忆说 彭波身高不到1米6 也就是1米58的样子 非常女性化 是进行文化渗透 搜集情报的文化特务 郭军还提到 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培养特务也开始学历化 主要途径有两个 一个是国家安全部在大学里选择一些政治上比较可靠的 根正苗红或者海外关系不是很复杂的学生 进行短期培训 彭波就是这样的情况 另一个是通过大学 比如国际关系学院 及一些外语学院 其中设立一些特务专业 郭军透露 特别是各省公安厅的家属子女 一般只是形式上参加一下高考 但是会被特招进入这个特务大学 专业特务就是世袭的 爹妈是特务 儿女也是特务 彭波落马之后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 曾在推特上披露 彭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77级学生 与自己曾是室友 彭波在1982年大学毕业时 被国家安全部选中 并在国安部接受了两年的专业培训 另外1982年时 国安部还没有正式成立 吴仁华所说的或许就是国安部的前身 彭波于3月份落马之后 官方随即删除了他的简历 以及中国商业网站上的个人讯息 中共中纪委8月中旬宣布将彭波双开时 也没有附带他的履历 彭波本周被提起公诉后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官媒在报道时 都只提到他曾任中共610办公室的副主任 令外界意识到从18大以来 已经有多个610系统的头子 在习近平的铁拳下锒铛入狱 美国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 15日联合多名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级众议员 推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案》 应对中共日益增加的经济胁迫行为 贝拉通过新闻稿表示 中共政府越来越常使用邪恶且具有强制性的经济行为 去惩罚那些北京认为违背起义利益政策的国家、企业与组织 中国持续以强制措施 胁迫印太区域的伙伴 与美国自身国家安全和经济福祉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更深入地了解北京的策略 另一位参与主导法案的共和党级众议员瓦格纳指出 中共强硬和掠夺性的经济措施 损害了美国伙伴 对美国的损害也不仅是亚太地区 瓦格纳表示 这项法案提出的目的在于 确保美国以协调和全面方式 展开对中共经济霸凌的回击 据悉 这项跨党派的反中国经济胁迫法案 将要求美国总统成立一个跨机构的 反经济胁迫特别工作小组 小组主席由总统选定的国安会成员担任 成员由相关部门与机构 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 该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制定和实施美国应对中国经济胁迫战略 监测和评估中国经济胁迫成本 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促进跨机构协调 以及与各部门和美国盟友 与合作伙伴的讯息分享 发布并定期更新中国经济胁迫案件的清单 据悉欧盟也正在讨论反制中共经济胁迫的机制 希望各国同意 如果中国抵制某国贸易品 其他国家不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份额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 这是两人今年的首次通话 根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称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 中欧关系也面临新问题 但习近平将双方关系仍然描述为全面战略伙伴 并称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 米歇尔则表示欧洲关系尽管存在分歧 但对话仍然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举行峰会 并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 呼吁塔利班尊重国际义务 确保政府具有包容性 据报道 欧洲理事会的一位官员 事后简要说明了两人通话的重点 他指出 在台湾议题方面 米歇尔提及近期南海 以及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令人担忧 米歇尔还提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 强调需要就此话题继续对话 此外还重申 中共对欧洲议会议员等实施制裁 是不合理和不可接受的 法广对此评论表示 其中是否包含中共官媒不愿意报道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自己也不好对媒体直接说的部分 似乎暗示欧洲关系 比公开声明中呈现出来的要冷得多 时评人杨威注意到 新华社的声明仍然称 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 但米歇尔却没有表达类似的说法 而是表达了分歧之下沟通的重要性 欧盟正在与中共渐行渐远 中共已经不再是欧盟的伙伴之列了 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一系列 希望与欧盟合作的领域 包括绿色数字领域政策沟通 对接一带一路同欧盟全球互联互通等 不过米歇尔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这些项目 恐怕又是中共的一厢情愿了 杨威指出 近日美国日本欧盟领导人 与中共领导人通话后的声明 越来越像分歧下保持沟通 正在成为西方各国针对中共的口头禅 中共政府长期以来 一直都对网络信息流通实行严格管控 近期对苹果应用商店的应用程序 进行全球监测的网站苹果审查 首先注意到了中国境内穆斯林 最喜欢使用的古兰金应用程序 Quran Majid被苹果删除 据悉这款在全球App Store销售的Quran Majid应用程序 被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使用 该应用程序的制造商PDMS公司 在一份声明中说 根据苹果公司的说法 现在该程序上架 需要中共当局提供额外文件 PDMS公司表示 正试图与中国网络安全等部门取得联系 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亚马逊旗下的有声读物公司Audible 和阅读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经书的手机应用软件 也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商店消失了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Audible有声读物公司本月15号表示 由于许可证要求 该公司上个月将其应用软件 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店移出 阅读和聆听古兰金和圣金的应用软件制造商也表示 在政府的要求下 他们的应用软件已经被移出 位于中国的苹果应用软件商店 对此 中共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拒绝谈论应用软件下架的相关事宜 美联社援引刘鹏宇的邮件声明 他称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 香港八名民主派人士 包括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 朱凯迪 梁国雄 和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陈浩环等人 去年因呼吁港人参加七一游行 被控非法集结等罪名 但实际当时游行仅历时了4到14分钟 就被港警打断 八名人士中有7人认罪 16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刑6到12个月不登 同案遭到控告的陈荣泰 应将不认罪 预计将到明年收审